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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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有话直说一分钟 过去鲜有接过恐吓的法庭 自审讯涉及黑暴案件 就成为了被针对的对象 今个月内 法院包括高等法院、西九龙裁判法院 和沙田裁判法院等等 都直接或者间接收到 甚至不明粉末和埋血汁树肉的可疑信件 部分法庭更是一日内收到四封恐吓信 威胁恐吓法官的恶行 法治社会绝对不容忍 对于违法狂徒 执法机构必须追究严情 以正社会封气 即使香港国安法落实之后 本港成功止暴制乱 市面恢复平静 街头暴力消失 但一些上未落网的暴徒 和少数极颠势力 就仍然以各式各样的方法捕乱 要彻底跟随这些违法乱港势力 就必须要加强依法惩处 严情兇徒 以警孝友 彻底达到在法治意识层面的撥乱反证 让尊重法治的价值观重回人心 事实证明 这些暴徒不单只轻浅了法治 更加显示出他们的无知反智 若果自以为将电影的桥段 搞疾风恐吓信 就能够吓到法官 那就大错得错了 若果自以为掩耳度零式的匿名 警方便会束手无策 事实是警方总能够憑着线索破案 若果大家对于疑题有任何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